好了,今天我们说的是锦衣之下续集第39集,肖香阁一游 元净夏讨好着陆毅将盖书带去肖香阁,而她就负责将此消息带给玲玲 到最后,玲玲因为担心或吃醋而闯进肖香阁 那她也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去一睹那姑娘芳荣了 多么完美的计划,小爷我真是个天才 大人,你要快点哦,我去把消息告诉我姨 元净夏说完也就跑开了,这种事交给陆毅来办,她很放心 不就是拉盖书去肖香阁吗,她相信这点小事还难不倒她 陆毅看着她匆忙离开的背影,嘴角再次笑起了一个弧度 她还是精神旺盛,他们自己的事八字还没有一撇呢 现在倒有心思管起前辈们的事了 三枫,你打扮一下,待会儿跟她一起去肖香阁 啊,大人,我也要去啊 曾福瞪大了眼睛,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她平常跟着陆毅进肖香阁,也都是办正事 如今这,撮合别人姻缘的事 怎么可能会是他们锦衣卫该插手的事 陆毅竟然让她去跟着元净夏进青楼 啊什么,怎么,不想去 没,没有,属下这就去 陆毅边说边看她,虽然曾福这样说 但是在她还没有回答之前,她就已经知道她不会拒绝的 他们也是历经生死的兄弟之情 如果说变化,那他们一定都变得婆婆妈妈了 曾福说完即刻追了出去 至于盖书这边,既然元净夏已经吩咐了 那她也得照办,不是吗 她陆毅又怎么会和她一般见识 而且像这样的好事,她说不定以后不会再遇到了 刚想着现在就去办这件事 但是严峰突然来报 大人,徐静徐大人来了,说要见您 好,我知道了 陆毅应了一声之后,也立刻赶去相见 徐静一般无要事是不会主动来找她的 而且这两天都相安无事 她也想不明白,徐静到底找她是为了什么事 陆大人 徐大人 您此次前来找我,可是有什么钥匙相伤吗 陆毅边说边请她坐了下来 看她着急又担忧的样子 如果不是她自己出事了,那就是宫里出事了 陆大人 皇上这几日身子越来越疲惫 他一整治也说时日无多了 我们该怎么办 时日无多 陆毅有些愣住 显然已经被她所说的这些拉去了魂 皇上一直待她不错 就算是将她关进了牢里 却又大赦天下放了她一条生路 要突然说这时日无多,她竟还有一丝的牵挂 习大人 您要记住 皇上龙体无药 除此之外 我们更要时刻提防着廖文华和李琪 所谓的不老药 就是他们负责研制的 想必 皇上大病 与他们脱不了干系 也不知道廖文华哪里来的方子 既然是要 那有利 极有弊 若是延年益寿所付出的代价 便是自己的身体遍体鳞伤 那这方子不要也罢 和他们有关 这可是士君诸九族的大罪啊 徐静听陆毅说到皇上的病和廖文华有关 这心里不免也紧张起来 士君可不是小事 他廖文华再傻 也不会傻到去谋害皇上 虽然这只是怀疑 可既然能让陆毅怀疑 想来也是有一定根据的 陆毅想着徐静刚才的话 皇上时日无多了 那这几天也许就会找他入宫 而廖文华那边也一定会有动静 他一定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徐大人 您先回去 切莫轻举妄讨 此事 待皇上找我入宫之后再做定统 也罢 事到如今也唯有如此 送走徐静后 陆毅独自考虑着事情的来龙去脉 总觉得他们之间隐隐有什么牵连 廖文华和毛海峰的目的是什么 难道就只是想巩固他在皇上心中的地位吗 而他的不老要秘方又是从哪来的 他觉得事事都有关系 只是现在因为严家倒台 朝中也是风平浪静 陆毅便也没有太多案子要查 久而久之 他竟也生了闲暇之心 对未来的憧憬也减少了几分 或许现在的生活就是他向往的 以后和袁金夏一起的日子 诶 郭叔 你干嘛呢 找到夏丫头了吗 该叔安排好那几位姑娘之后走过来 远远就看见陆毅一个人在这里傻站着 他还特意看了看四周 没有任何人在 那他自己在这干嘛呢 陆毅想办法带着盖叔来到了肖香阁 点好了节目喝茶水 还有袁金夏清新已久的那位蒙面姑娘 和陆府相比 这阁楼里倒多了几分热闹 他们选择的 是肖香阁里比较正经的听书唱曲的地方 盖叔迷迷糊糊就被陆毅带到了这儿 肖香阁 他当然明白这里是青楼 只是没想到 他这乖孙儿竟然还有这批好 只是袁金夏会放过他 乖孙儿 你无缘无故带我来这儿干嘛 金夏丫头 知不知道你来这种地方啊 盖叔说着 脸上加了些逗笑 他最好是告诉他袁金夏知道 否则回去就袁金夏那脾气 他这乖孙儿也未必能想得了他 陆毅把玩着手中的扇子 打开又合上 倒是几分像是同心未敏的陆八岁 被陆毅这样一说倒引起了盖叔的注意 这样一听的确是与众不同 他刚才一心都在想着陆毅为什么拉他来这儿 这样一想好像目的也就清楚了 无非就是撮合他和玲玲嘛 另一边 袁金夏告诉他盖叔去了肖香阁找姑娘 果然不出他所料 玲玲的脸上多了些失落 却又不敢在他面前表露出来 爷 我觉得 既然你喜欢叔 你们就可以在一起啊 既然都已经错过那么久了 不要再继续固执下去了 金夏 你说的我又何尝不明白 只是你叔可能只当我是他的师妹 并无男女之情 玲玲背对着袁金夏 她也不想让她看到自己现在这副失态的模样 盖叔一路为她做的 她又怎么会不知晓 可如果真的喜欢她 又怎么会去肖香阁 玲玲是这样想 可一切事情都在袁金夏的掌握之中 她也明白 她姨一定是喜欢盖叔的 只是碍于面子 谁都没有去捅破这层窗户纸 搞得双方互相猜疑 姨 您就随我一同去看看吧 结局不管是好是坏 也算是了得一桩心事 你说是吧 袁金夏努力的劝说着 她这三寸不烂之蛇 虽然比不上战国时期的诸葛亮 但也是林立街坊出了名的厉害 这一点 路易也早就见识到了 林立已经动容 但一直在去与不去之间犹豫 见她如此 袁金夏直接拉起她的手 向门外走去 对不起了阿姨 您的幸福就放心的 交给我吧 好了 这一集的续写故事就到这里 婚后生活千百种 而他们的婚后生活更是精彩万分 你对他们的婚后生活又有哪些想象呢 欢迎留言和大家分享 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讲 我想要看 没有问题 都不屁股 不屁股 不管是我的 不屁股 都不屁股 都不屁股 不屁股 她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